大姐说在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中 母亲确实有一些私心 母亲的私心在于小弟身体不好 一把年纪又没有成家 所以母亲索性卖掉房子 把父亲的遗产份额分给几个子女 母亲用自己的份额给小弟置办了一个新家 那为什么说卖了就可以给这个小儿子了呢 那卖了以后老太太是大头钱啊 给这小不得买的房 然后就分了说我跟老儿子 人家都有房就我的小弟弟没房 我感觉应该不是我奶奶的想法 那你感觉是谁的想法 那肯定是我老叔和我大姑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想分这个财产 那为什么不是你奶奶的想法呢 因为我奶奶从那只要有一地儿住就可以了 而且她一直是从那住的 所以我感觉如果要老人的话 不愿意再挪窝了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你觉得当时是姑姑他们去做老太太工作 对 才把房子卖掉的 对 你觉得当时如果是姑姑 叔叔他们这个动员老母亲这样做 那你觉得他们目的是什么 就是财产分割 目的是为了分自己那部分吗 对 那事实上这个房子当时是怎么分割的财产呢 然后他们在那个法院上就是相当于是我奶奶这部分全都花给我老叔了 然后剩下的几个子女都按照法的依据去那么着分的 就各自都分到了各自的房款 对 你也都拿到了吗 拿了 我拿了二十 你父亲也拿了吗 他爸爸跟他大爷拿了二十八万左右 你父亲赞成把房子卖掉吗 不赞成 因为我爸说话不管用 那当时最赞成的是谁 大姑或是我老叔 其实我有一点不明白啊 这件事情如果兄弟姐妹商量好的话 咱们这个怎么办都可以 为什么要上法院呢 如果要是不打官司的话 不能确定这房产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的话 就没法卖 那你们当时商量不就完了吗 要打官司吗 因为他们家已经没有商量的民地了 那个时候就很僵吗 就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打官司了 我也检测不了 他奶奶的东西 他奶奶房子 到现在我也声明 我不要 我有房子